大家一起來查世紀大案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談一個時事 我們會進到我們的五天四夜 倫敦匹康團的細節 好 我們首先看看呂副總統 有話要講 講什麼呢 他說這個走私菸的私菸案 超買案 他有很多看法 那呂副呢 夠不夠隔屏這個事情呢 他在總統府待了八年嘛 是吧 所以什麼警衛士啊 什麼特勤隊啊 出國也出了N次吧 會搞什麼東西 不會搞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合法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他應該很清楚吧 好來 我們看看 這個新聞呢 它的本身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報導首先 就是說 他說這個蔡政府爆發私菸醜聞 到現在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差不多兩個月了 到現在還在偵辦當中 需要弄那麼久嗎 你說我們今天呢 不是我要批評我們的司法單位 你在打假球嗎 你在放水嗎 這件事情如果交給 以政經關不了 我們被這個蔡英文跟陳菊 藍腰砍斷 4月22號砍斷 我們七天之後就復活了 我們來看這個論文的事情 我們說我們要去比方 我們就開始馬上做動作了 一個星期之內 如果沒有什麼國安局的阻攔的話 我們就出發了 所以這個事情有這麼困難嗎 你想想看你的電腦記錄都在 你的燕進來的 買貨的人是誰 收貨的人是誰 金流從哪裡來 物流從哪裡去 需要搞這麼久嗎 再搞這麼久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再瞧誰是漁文嗎 好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再往下看 他說這個 還記得那個吳宗憲嗎 那個搞笑天王 不是他了 這個國安局少校吳宗憲 他怎麼了 他被貪污罪起訴耶 而且面臨具體求刑10年耶 你想想看 他自己只買了一條 他自己 你我這種合法的人要買一條 我是不帶煙啦 因為我自己不抽煙啦 那 他也可能就是要我有一條 所以我看起來 這整飛機裡面這烏煙瘴氣 整個總統府烏煙瘴氣 吳宗憲最守法耶 他只是不幸被 這一次旅行變成一個貨物的帶隊官 那你說 他的長官一堆人 搞不好這個總統府秘書士 這個那個這個那個的 你說 別人下個紙條 我打個電話 我傳個簡訊說 拜託帶兩條 幫我弄三條 你說他能不從嗎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當公務人員 或者在軍旅中很可憐 就你自己清白 但是你別人要你不清廉 你該怎麼辦 尤其是你的長官 還記得我們屢戰屢勝的節目主持人 呃呂理師嗎 他就是這樣退伍的啊 對不對 他的父親還 官拜中將耶 他都沒有辦法保護他的兒子 在軍中被這種惡習文化惡整耶 人家長官拿著他的章啊 磕兩個章拿去蓋 他不行 他為了保命 他還秀著他 他把自己的章給 給保存起來 退伍之後 很久一段時間啊 上了我們節目才公開他 憤而被退休的經過 所以我說我們今天台灣的政治文化 社會文化 不能不透明一點 不能不乾淨一點 我說的白話一點嘛 大家不能稍微 誠信透明一點嗎 我想 可能很難吧 我們總統到現在36年 他的論文都搞不清楚 一本論文都不可以拿出來 他到處告人 那你要我們的公務人員怎麼誠信 你要罰誰 你要有嘴講誰呢 你要嘴誰呢 好啦 回到我們剛才這個私菸事件上面 副總統呂秀蓮 開始痛批了 他就在這兩天他的臉書上說 他就替這個吳宗憲聲冤 他說只買一條菸 卻面臨最輕十年以上的重罪 這是什麼跟什麼嘛 好 華航呢 配合賣菸 那官務署呢 卻拔十五萬 理由是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擅自移動貨物 擅自移動貨物 你在罰一隻貓啊 這什麼玩意兒 好 這個副總統呂秀蓮說 他說 他覺得這個有落實總統護短止血的懷疑 意思就是 行不上大夫 到此為止 搞個上校 重罰你十年 結果我不知道 說不定跟吳宗憲 套好了 我也不知道 看我們司法最近很多案子 頗有這個問題 就是十幾年案子壓 壓到後來 被媒體逼到要起訴 就弄個六個月 三個月 然後呢 一顆罰金的 或者是去關個一個月兩個月就放出來的 這些位居高官的人大有人在 我懷疑 嚴重的懷疑 社會大眾也要盯著 嚴重的質疑 有沒有可能跟吳宗憲 某種程度在司法上達成交換的條件 我先雷聲大 我把你抓出來 杜悠悠之口 起訴個十年以上重刑 然後 一心重判 二心輕判 三心滴甲蜜酸 然後呢 過個五年十年後 你看嘛 傅昆琦的案子可以十幾年沒判嘛 陳明文的案子也是稀里糊里 他們都有那種神鬼戰士的本事 那今天吳宗憲 大家交換條件嘛 你過個五年三年的 大家都忘了誰是吳宗憲 只知道綜藝哥 是吳一哥大哥是吳宗憲 那個時候在報紙的小小的角落說 吳宗憲判一年兩個月 然後 發肩服刑 三個月後出來了 誰知道 不要老玩這種東西 真的 現在有個玩家叫Google 不要老把老百姓當白痴 好 這個 呃 副總統的中文還真不錯 藤孝國籍 好 教一個成語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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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臉書上他還痛批說 他說 呃 這是國之大齒嘛 他在臉書上的這篇文章叫做 探究總統府香菸走私案 呃 這題目還蠻像博士論文 好 蠻像博士論文 那 我在臉書上最近也是在寫博士論文啦 寫的是 探究 蔡同學 論文案 那個 呃 那個呃 呃 教練副總統呢就發寫這個寫了這篇文章 他說 他質疑外界是在替蔡英文護短 他說因為啊 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 總統府立刻定調叫什麼叫超買 超買 對不對 那呃 搶銀樓的人叫超拿 對不對 還有 網友寫了一票啦 後面我就不念了 有的呃 不適合在公開場合念 反正很好笑就對了 好 那麼這個明明就是個集體走私嘛 這怎麼不會是走私呢 我請問你買菸的這些人 包括世衛士要總統府也好花航也好 誰不知道一個人只能買一條煙 這不是很艱難很艱深的法令哦 說哎呦 哦 我不知道原來不可以怎樣 誰不知道 請問哪個人不知道 我們上飛機的時候 我記得Landing還是什麼時候 那個廣播會跟你講中華民國海關規定什麼 巴拉巴拉巴拉 誰不知道一個人只能買一條煙 所以這不是走私什麼叫走私 好 到最後呢 社會的輿論 包括本節目 痛轟之後 最後 蔡英文 把這個所謂的超買 在一個星期後 出面道歉 然後國安局呢 說一個星期啊 要有 檢討報告 後來說有76個人涉案 特勤中心有9個 特勤中心有19個 訓練中心有2個 總統府示威士呢 有49個 憲兵大隊呢 有憲兵警衛隊吧 有2個 最後開始切割 說總統府示威士不歸總統府管 他是歸誰誰誰管 總統府內的一隻老鼠 都歸你城局管 你別推卸責任啦 總統府裡面一隻螞蟻都歸你管 好 現在呢 起訴的人有13個 他是貪污之類條例 最衰的是吳宗憲 其他還有什麼違反激增法 你扯不扯嘛 這不是貪污 當然我必須說啦 如果你一個人是幾條煙 那你可能超過的金額 就幾百塊嘛 就算你能夠獲利 也是獲利個個把千塊嘛 但是我覺得 我們也不必須要 言行俊把到苛刻不講理 也不用對這些人記以重罰 畢竟他不是什麼走私大麻呀 走私什麼海洛因啊 走私槍炮啦 對不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 比例原則要顧 這個比例原則不只有是 external的比例原則 還有internal的比例原則 就是說你不只是法律上 跟其他案子的比例原則 你自己內部也有比例原則啊 你吳宗憲這個上校 他自己只買了一條耶 結果那些拿什麼幾十條 幾千條的 什麼幾百條的 還有貴婦 貴婦的背後是誰在撐腰 那麼告訴我們 這些人通通都侵犯 吳宗憲你怎麼這麼衰啊 好 那麼現在看起來 北院到現在為止 這種案子根本排不上 我覺得北院也很political了 他現在呢想一想說 再忍一下嘛 再過三四個月後 看看怎麼變天嘛 看看老闆有沒有換人嘛 然後選完舉之後呢 這個法律空窗期 再混個三四個月就交接了嘛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時候要站在哪一邊嘛 唉 副總統李孝蓮他就指出 在臉書上主書說 他說根據檢調偵辦 涉香菸的一共九千七百九十七條 團購大戶是永和警衛式的 有一個警衛叫做 一個侍衛叫做徐兆峰 他花了七十六萬八千五百四十塊 買了一千零三十七條菸 噢天啊 哇 這個已經到達了貿易商的這個層級了 那總統府呢 總統貼身的女隨戶 有兩個人 一個人買一百條 真是大樹好成梁啊 總統身邊的隨戶啊 一個人買了一百條 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你剛進來啊 不要失望啊 我本來今天不賣煙 今天是糾團 待會我會很詳細的 再把糾團的過程 再把我們所有 今天的證據會一個一個往前丟 然後媒體開始又為一些幫蔡英文 幫英粉辯護的消息 笑死人 每講一個謊 每圓一個謊 就出現十個漏洞 待會我們一定一定會 答謝各位觀眾朋友 不會辜負各位觀眾朋友 等在手機等在網路面前 苦苦等待 怎麼怎麼怎麼 那個綜藝咖怎麼還在談那個煙的事情 怎麼不談 糾團的事情 你別擔心我一定談糾團的事情啊 我不談糾團的事情 現在不談這是我睡不著 晚上睡不著覺的 好 那 永和警衛市的這個主任少將 自己也買了十二條 我覺得好 買了十幾條 這種東西比較像是 送親朋好友巴傑長官啊 那買了一百條的 上千條的 這個擺明了 就是在謀子 謀私利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的檢調司法 如果你真的願意查的話 我倒不一定認為 花七十八萬買一千條的人 是為了謀利 他可能只是個人頭 這件事情一定要去搞清楚 他可能只是一個長官的人頭 好 那吳宗憲這個案子 我剛不是說十年以上嗎 你們知道多少年以下嗎 無期徒刑 好 好的 李萱雷副總統呢 他批評說在蔡總統任內 為安隨庫跟世衛無關 三不五時傳出違規封紀的事件 而這個集體走私啊 是所謂的 一事之不辭 何以天下國家為 我這應該是 陋世民吧 是不是 我沒記錯啊 不管 私事陋世為無得心 抬橫上戒律 草色如連青 我忘了是不是 這是陋世民 不不不這不是陋世民 是something else 好不要暴露自己的程度 好我們再來 當年 況且 他說歷史記載說 間諜常在總統的身邊 他說當年這個蔣介石身邊 也潛伏著共諜 沈安娜 而且國民黨身邊呢 他的調查局長審之月 蛤 這個國民黨把他的調查局長審之月 布建在毛澤東的身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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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的親近可能放在總統府的高官 對不對 我早就講過嘛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國安局做過多少蠢事 把挪威外館關掉 把這個 把冰島 把這個 把關島 這些外館都關了 我說沒有匪諜 做這個決策的人 如果不是匪諜的話 那是什麼 好那我們再講 還包括不只在中國吧 這個呂秀琳副總統他系數 他說東德的這個間諜 是西德總理的秘書 他說爾虞我詐 那 蝶影床床 國家安危 細細其間 謹細其間 所以這件事情 只是 冰山之一角 冰山之一角 你不要輕看他 你以為他只是 一個小小的小冰秋 你撞上去 你就是鐵達你好